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 从这个邓小平时期的这个韬光养晦 到了现在的这种 从积极参与到什么和平崛起等等 首先说一说这个当时啊 邓小平他为什么提出来一个这样的 韬光养晦不出头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中国的外交政策 我想这和邓小平的 他那个实用主义的那个政治方针 是有关系的 邓小平特别是在1989年的 六四事件以后 他特别强调这一点 因为他自己很清楚看到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基本的政治方向 尤其是在通过六四事件 看到中国在政治方面的变革已经停止了 所以国际社会对中国是不谅解的 对这个世界 所以他就准备是 就像江泽民后来说的 像门声发大财了 我们大家在政治上不要去管了 就是说他韬光养晦不要去管很多事 不要去发什么和自己政治立场不同的国家 发什么抗议或怎么样 在这方面低调 但是在经济上我们要尽力的融入国际社会 要和要搞中国还是真正的要搞市场经济了 这是邓小平当中的话 他这个话当然说起来 我觉得对当时中共如果是就他们的利益来说 这个是合适的 就是说如果是不去韬光养晦 他如果是还继续做高调的这个姿态的话 恐怕对中国当时的整个国际环境是非常不利的 很多外资当时都撤出了 也不进来 如果是说不做些软化 不做些软工 恐怕很多国际交往 特别是经济交往就会停止了 所以说这一点 我想邓小平这点 就客观的后果来说 是起了某种促进经济 国际社会的经济和中国的交往的作用的 那个从韬光养晦到刚才我们谈到的 现在的所谓和平崛起 是 实际上在中间呢 就是有一个时期 或者就是说是在江泽民 成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以后的 后边的一个阶段 好像中国的外交就开始有一些 离开这种韬光养晦的这样的政策了 似乎在很多国际事务上积极的参与 包括江泽民本人也经常在国际场合 露面 发表一些演讲 然后呢就是做出一些比较个人 或者人性化的一些言论 或者是一些这样的一些举动 当时为什么江泽民会选择 就是来偏离韬光养晦这个政策 我想这和江泽民先生本人 他的那个个性有关系 实际上在中国的外交界也好 中国的政界也好 关于是不是要继续在外交上 采取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政策 一直是有争论的 一直是有争论的 有些人认为 尤其是到了江泽民时代的后期等等 大家认为中国已经各自长大了 我们现在有钱了 有本钱了 我们现在是可以说话了 可以和其他国家平起平坐的 说各种观点 包括自己的政治立场 包括自己的国内的政策 包括自己的外交方针等等等等 是有一些人是这样 而江先生他本身就是一个 比较外向的 一个比较喜欢出风头的人 所以说这个和他的个性也有关系 你看后来的胡先生 他在外面的姿态就不是这么明显 但这个个人的各有关系 但是实际上我要说的是 实际上在中国的外交界和中国政界 关于是不是要采取韬光养晦 尤其在江先生执政的后期 争论已经越来越大 大家觉得我们已经 现在财大起初了 可以在国际社会上说话了 不必像过去这样憋屈了 我们要表达我们的立场 我们要表达我们的利益等等等等 这个在外交上 很多人是有这个看法 但是有些人认为 邓小平的陶国养晦 仍然是适用的 所以一直有争论 说到就是刚才你谈到 就是中国经过十几年 或者二十年的这样的经济的发展 无论是经济实力 还是所谓国际影响力 都在不断地增长 用你刚才的形象的说法 是个子长大了 那该不要这样委屈了 可以说话了 那么刚才我们这画面显示的 经常我们看到的 所谓的外交政策 能够体现中国外交政策 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最常用的话 就是我们表示强烈抗议 什么样什么样的举动 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是 现在外交部发言人 我们大家注意到很清楚 他们的发言 起码来说 我经常听到的发言 我觉得这个调子 我不是太舒服 它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谁是中国人民 你是不是能够代表中国人民 而且你是不是有真正的民意基础 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不过这样 不过回过头来我们说 实际上从中国的外交界来说 我的感觉 从我们的分析来说 中国外交界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间 中国的最高决策中间 实际上发言权很小 他们的地位比较低 和其他的正常的国家比较起来 也是比较低的 所以说他们在外交上 是做不了什么组的 基本上是上面规定他们怎么说 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说他基本上 你看我们像美国的现在的外交的主持人 你看希拉利 克林顿 他的那个做事的 我认为他的权力范围 做事的自主权就大得多 就比中国的真正的外交界的人士要大得多 这个是可能和中国的整个国家体制 以及和中国实际上真正的外交界的人士 他们真正的想法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讨论到像中国的驻外使者 主英国使者刘晓光 他居然以此说漏了嘴说是中国不是共产党国家等等 这些说明都是说外交界可能有些人的想法和中央高层不一定一样 但是他只能执行上面的决策 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权力 特别是决策的权力 好 我们稍后回来 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中国外交问题挑战与前路 在现场参加节目的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陈奎特博士 欢迎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 400-120-0551 400-120-055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VOA在新浪微博的英语学习之家 另外 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通过卫星短播和英特网现场同步播出 您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通过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 跟踪其他最新的报道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用iPhone随时随地收听收看VOA 美国之音中文部正式推出 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请上iTunes App Store免费下载使用 搜索词 VOA 控一格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美国之音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主要功能包括了 可按类别 检索最新的新闻报道消息 收听收看视频和音频节目 访问美国之音中文博客 为VOA提供新闻线索 包括文字 照片或录像的手机上传 书签功能 文章收藏和多媒体收藏 中文简体和繁体的转换 美国之音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同样适用于iPad Touch和iPad 多媒体全方位体验 VOA 欢迎您马上选用美国之音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时时大家谈 欢迎回来 我们先接两个电话 北京王先生 北京王先生你好 黄先生请讲 明森先生好 还有陈归勒博士好 你好 我想我就是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我先做一个预判吧 说的不对的请你指正 就是说中国将来要在脚长一段时间里头 还必须搞这个韬光养晦这个政策 因为我认为 因为中国还是过去 蒋介石先生说过的那句话 就是壤外必须安内 他现在中国国内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的复杂 并不是像中共领导人说的 那么歌舞升平那样子的这个 非常的这个好像很有自信 不是那样子的 所以而且呢 现在还有一个最主要问题呢 现在铁腕人物已经 已经基本上中国将来不会再有什么铁腕人物了 所以说呢 这个既然没铁腕人物 连邓小平都没有自信说 要搞这个强权的这个外交政策 那以后的领导人他有这种实力吗 他根本就没有这种实力 行了 那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嘉宾 好 非常感谢 我就发言到 北京的王先生 感谢您发表今天观点 我们再接一位江西林先生 江西林先生你好 这么多年来 说的是什么 天天讲牧林友好 到头来没有一个友好 年年讲反腐败 越反越腐败 天天讲改善民生 到头来民不聊生 这个国家政治经济 现在是外交 没有人民的参与 他就一小桌人代表 什么都代表 他与美国对抗 他也代表人民 他与反民主 他也说他是代表人民 他什么都在代表人民 他根本就没有不得人心了 知道吧 所以外国现在都在清占你的领土 他不敢打 这是韬光养灰 他是借口 什么韬光养灰 土就是给人家镇领了 你还韬光养灰 邓小平说土地 没有说土地镇领了 还韬光养灰吧 那说在不清占我的领土的情况上 我韬光养灰 好 感谢江西德林先生 我们刚才接了两位 我不知道刚才这两位谈的观点 你有没有什么要评论一下 我想他们的观点 其实说的是不同的方向 其实观点并不是太冲突 虽然是说有一位先生是比较赞成 还要继续韬光养灰 但是他也是说的是 中国的外交政策 实际上和内政是相当大的关联的 我非常同意这一点 就是说中国现在的所谓的很多执行的外交政策 实际上是和他的内政 特别是他对自己的合法性忧虑 有相当大的关系 所以他这个和一般国家的谈外交政策 他最基本的就是保护我们国家的利益 就是说要在外界去争取国际社会 争取我们国家利益的更大化 而中国的就是不完全是国家利益 而某种意义上是政党的利益 或者说政权的合法性的利益 所以说这点是不一样的 说到这就是我们刚才也是谈到这个和平崛起 但是中国尽管这些年就是一直在说 我是要和平崛起 我是要和平崛起 但是呢无论是西方国家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 还甚至包括就是中国的这些周边国家 都对中国实际上有一种这种 中国威胁的这样的一种质疑 为什么 我想这个和中国的整个的国家的定位 最大的问题是在中国的国家定位 中国实际上大家知道 在外面还是做了撒了很多钱 到很多小国家去买外交的友好态度 到很多很多 但是似乎起的作用不大 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在世界上的盟友 确实没有什么朋友 基本上我们现在看见包括最铁杆的所谓的 北韩 北朝鲜 实际上是随时在耍中国 这样中国没有捞到什么好处 而且随时他不通报理就搞核爆炸 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实际上造成了长远的根本性的威胁 还有很多其他国家不用说了 包括俄国 现在中国好像要加大的筹码和俄罗斯结盟 但是俄国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和中国好一下 但是有时候他就认为他对他的国家力不利 他马上就和中国的态度不一样 他的变化是非常的阴晴不变的 Anyway 就是说明中国的现在在外交上是非常大的问题 非常大的问题在我看来 最基本的问题就在于中国自己在国家定位上 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所以你这个国家定位 你和其他的国际社会的主流的国际社会 他的整个的体制不一样 有些人说你这个是意识形态化的东西 我们现在外交都是和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完全是国家利益的争夺 但是问题是在我们看历史上 在19世纪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 有几大的和主流的国际秩序造成冲突的 也要争取自己所谓的崛起的国家 像大家知道德国 大家知道日本 大家知道苏联 都在挑战当时的主流的国际秩序 要争取自己的国家从崛起 在某一段时间确实也崛起得非常之快 经济各方面的发展非常快 军事力量发展非常之快 但最后怎么样呢 国际社会尽管他们当时都说我们是和平的 包括希特勒也说我们都是和平 我们是不要小战争 英美才是搞战争的 还有斯大林更不用说了 很多很多国家 但是大家都很怀疑他们觉得 你用这种方式 你用这种压制人权的方式来进行政治统治 你难免对国际秩序要冲击 难免要引起战争 后来果不其然是有战争 当然苏联和美国是冷战 后来自行的消亡 但是也有 我并不是说 大家可能不要有一个误解说 只要是一崛起 一定是要战争 只要是权力一转换 例如中国这么大个国家 这么多的人口 如果他经济各方面的发展起来了 他确实对全世界的权力格局有冲击 他确实有别人要看 他究竟是怎么样起来 是不是和平的起来 关键是不是你口说你要和平起来 就能和平起来的 美国和当时的英国 英国在19世纪是大强权国家 日不落国家 到19世纪末 20世纪初 美国的起来了 美国的力量逐渐的超过英国 有一个强权转换的过程 大家知道 这个强权转换过程 并没有大规模的毁坏国际秩序 并没有进行重大的战争流血 没有 就比较平缓就过来了 这是因为他们之间的 基本的制度形态 包括互相之间也有些谅解 包括国家立场也有些谅解 所以说这种强权转换 并不一定就是要爆发战争的 所以和平崛起是有可能的 但是必须要国家定位 要清清楚楚的遵循 基本的现代的合理的 或者说普世的国际秩序的价值才行 我们再接几个电话 重庆叶先生 重庆叶先生你好 嘉宾好 你好 就我有几个观点 就说如果是说现在中国的话 刚才那个主题是 对那个没有什么朋友的话 主要的问题根深蒂固 还是让美国跟美国 美国不高兴了 美国对中国有意见 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很多的国家 大家也看到了 比如说跟刚刚主持 那个嘉宾说的主流世界 比如说沙特 卡塔尔 巴林 他们过得很好 但是如果是美国不高兴的国家的话 他们领导人还是有问题 现在出了问题 还有那个 那个当时那个嘉宾说 那个当时美国的话崛起的话 他主要是还是当时英国的话 针对的是欧洲 还要呢 之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但这个问题反正很复杂 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楚 我想问嘉宾的是 如果是刚才说了 中国人 中国现在好像经济增长了 长大了 我们分清好 我们国内分清说是肥而不强 还骂政府软弱 但是国外的话是说中国是 中国威胁论 但长大了我想问问一下 他是不是应该 应该有自己的说话的权利 或者是有自己的想法 我想请问一下 好 这是重庆的叶先生 我们稍后请奎德博士 回应您的这个问题 我们再接一位是安徽的洪先生 安徽洪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讲这么几个 第一啊 就是我们这个大陆的农村人会讲 穷人无亲戚 所以说我们中国的这种外交 它有一个沉重的这个负担 我们可以想一下 我们之后多少年来 近几百年来 我们海外的华人遭了多少罪 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穷吗 那么一个又一个的排华法案 为什么 还是因为我们的穷啊 从满清开始 中国就没有在外交舞台上光彩过 蒋介石 对不对 他是第一战和二战的战胜国 他争取了掉一刀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叫蒋介石 他不是一样让蒙古独立出去了吗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想呢 就是一个规则的运用 中国人呢 在这个外交规则的运用上 是吃了大亏的 从1840年的雅边战争 到义和团运动 对吧 现在呢 也同样 不同程度的存在这个问题 我听说过 我们有关的外交部门 把这个达赖喇嘛 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样一句中国式的成语 能直接的翻译出去 其实这不是一个笑话吗 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就是想啊 我想说啊 就是我们目前的外交的一种孤立的状态 可以说每一个国家都有 对吧 这个您刚才讲的就是 就是美国盟友越来越多 不可能的 阿富汗 那个拉登 曾经是美国的盟友 两一战争期间 沙大姆曾经是美国的盟友 但是 能永远是美国的盟友嘛 中国也是一样 中国和每个国家 和周边的一些国家 可能有一些利益上纠葛 另外一点就是意识形态的一个歧视 中国大陆 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政府 从一开始就不受西方待见 就是西方的潜在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出示人 好 感谢安徽的红先生 我想刚才重庆叶先生 安徽红先生 两人观点基本有些相似的地方 对